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珍贵的太阳圣的导师 各位嘉宾 大家好 全球的超马家人 大家笑我好 今天我们的分享会 是我们最后一战 首先刚从马波回来 超级圣灵密码 它是没有宗教的背景 所以我们不管什么宗教的背景 都可以来参加这个系统 从超级圣灵密码里面 找到更多的幸福 超级圣灵密码简单 简单在哪里呢 因为超级圣灵密码 非常巧妙的 非常巧妙的 把我们人生的问题 点出来了 我们人生的问题就是 喜怒哀乐也好 急性祸补也好 这个人生的问题呢 在超级圣灵密码里面呢 就点出来了问题点 操控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所谓的正能量跟不能量 所以呢 我们把关键找出来了 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 这在宗教里面呢 是没有讲到正不能量这一方面的 所以忙一忙去呢 没有把问题点找出来 你忙了半天 结果呢 没有看到效果 或者效果呢 非常的小 所以经过我这一年多的 在超级圣灵里面学习 我觉得你点效果非常的大 原因是什么呢 重点找出来了 病找出来了 所以对抗消耀 马上就看到效果 这是我非常肯定的 问题就在于正不能量 这个关键在这里 那当我们把正能量提升的时候 灵人就出现了 一切就进就转了 一切都美好了 但是如果不能量增强的时候呢 病就来了 病就来了 苦难就来了 那我在这个 我们的宗教界里面 遇到几个病人 遇到病人的时候呢 我们就离他们的人学习 他几十命令嘛 帮助他们把这个不能量 解决了 病就解决了 但是呢 因为宗教的耶稣 他们不敢踏出来 所以我身边的 很亲近的信徒呢 就一个也就很熟了 今天又接到一个电话 其中一位 癌症病人呢 连走了 很可惜 我也很辛苦 如果他们能够接受 把西门打开 利用超级生命迷茫的方法 就这么简单 把货能量消除 增强你的正能量 那问题就不解决了吗 那我也遇到 一个癌症的 一个脑癌的法师 那也是在这个 脑癌的病痛里面呢 也是癌了很久 那这个介绍超码 我们都知道 货能量很强的时候呢 你的超码介绍出去呢 他不能接受 他不能接受 我们超码家人呢 甚至有一次 把超码介绍给这个 癌症病人 可是呢 他自己中招了 中招了 他头晕 腹泻 跑回家去了 这个货能量太强了 所以呢 我遇到的朋友呢 见到这个超码呢 如果货能量太强 尤其是这个癌症第四级 那也就是 已经要抓人了 病就没有了 他根本就很难接受 所以就这样子呢 在这个 病情的 这个货能量的加强下面呢 就已经走了 我接着我照顾的病人 就走了三个 那很幸运的就是 有其中一个 我的信徒呢 因为他接受超码 他在修火的时候呢 同时他也接受超码 他把感恩机呢 就放在床边 二十小时播放感恩机 正在医院做治疗的时候呢 也把感恩机放在医院的病房里面呢 每天播放到今天 他还存在 而且他慢慢的在公平 所以呢 从这个我在照顾病人的过程当中呢 我非常肯定说 只要把货能量呢 解决了 搞定了 然后我们的正能量提升了 那问题就解决了 问题那么简 的方法那么简单哦 就是有些人呢 就是不能接受 这是非常没有福报的事情 那么超级生命密码就把 货能量这两个观点点出来了 所以你知道了 你知道你人生该怎么做 你就必须把货能量提升 把货能量呢 慢慢的把它消解掉 那在超级生命密码里面 把问题点出来了 同时呢 也把方法告诉我们了 你要把这个货能量提升 很简单 很简单就通过爱跟感恩 每天呢 把爱跟感恩发起来 从里面内心呢 发起来 货能量就提升了 再把这个货能世界机呢 每天拿来念 拿来唱圣呢 那么货能量又提升了许多 然后再接上我们知道的时候 负面的思想 负面的思考呢 就是货能量又在加强了 所以要怎么样思想呢 正面的思考 什么事情就是正面的思考 什么事情来了 我们就面对它 解决它 事情来给你接受它 正面的思考 在马路上开车子 遇到不顺的事情呢 你祝福它 你就不要诅咒它 为什么呢 你诅咒出去 它还会伤害到你的货能量哟 加起来了 很可惜啊 如果我们的货能量 已经来到99了 再出去一个粗话 这货能量一摆了就 碰 车祸就发生了 命就走了 这是非常正确的事情 所以不要把货能量一直往身上增加 一定要把货能量把它排除掉 所以我们通过插腿呢 也是可以把货能量慢慢的把它解除掉 只是抄马跟我们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 我们宗教其实很多时候呢 已经来到这个二千多年的这个宗教 很多方法一定是不识记了 我们宗教里面我们知道 我们做唱语怎么唱 怎么做呢 就把那四季念完就唱会完了 结束了 可是你的货能量在旁边说 诶 只说sorry啊 他没有还我了 你欠我一百万 你一半斤都没还 那我怎么可能放得下你呢 你不必怎么会好呢 所以抄马很巧妙地告诉我们说 这功德要还给他们 功德怎么还呢 你要实际的还 不能随便的给我吃素 就把功德还了吗 一次素可是你欠我钱 你没还了怎么还呢 吃素是你的事情 你护生你的慈悲性产生了 可是你欠我的钱你没还啦 这个功德几世 就没有抵得住 他的不能这样烂手 再来一次说我印金书 今天在市场上 你看金书太泛滥了 你再印的话呢 两次没有都胖胖 这金书你拿到来 我们就说你带回去吧 为什么呢 金书太泛滥了 而且今天很多很少人去 再看金书了 手经拿起来 要念什么经呢 马上就可以看到了 何必把金书 何必把不能放在家里面呢 所以在印金书呢 也就不实际了 这功德不实际的话呢 寺庙把你的金书藏在 你可以去看我们寺庙 刘洛流藏的都是金书 你家花钱印金书做功德 可是功德在哪里 功能量的时候没有拿到功德 所以那钱花出去了 重能量不能比较 问题庙学节怎么办 所以超级密码了 我们老师那样巧妙的 把这个重点提出来了 你该怎么做功德 功德真正做到的 你其实很简单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就那么简单 所以我们强调说 这个超级密码 这个方法很简单 那么问题呢 也把你找出来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 打开新门 其实很多人没有办法 把新门打开 我们师兄弟都一样 这新门不能打开 就不能接受这个方法 所以我们自己就一直打在那边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其实很简单 然后我见到老师那时候也是跟我说 老师你们打开 你们打开呢 你可以接受这个方法 就是我们两人没有跟你报道什么 问题就是你要去实践 然后你要去实验 看看我走过的一年多 其实很多劲 就是我周边的事情 一直在感 我不需要去度我的父母亲 我不需要像佛教一样 度我的父母亲来捏佛什么 我不需要去度我的家的 可是我家的情况呢 就是因为我们提升了 周边的事情都感到很顺 就跟大家分享我一个很喜欢 很欢喜的事情 我的妹妹今年七月 她接受到我们运作的严守 受孟丹妇 这个荣业呢 荣业在我们家里讲是非常的喜悦的 以及我们家族里面 因为是第一个受孟丹妇 所以我觉得这个静转 这个顺的静带过来 我们家里大家都很喜悦 当然她奉丹妇是她的功劳 是她的功劳 但是我觉得在我家里发生 我也占到一点光 这风是谁呢 天地解议我的 让我的家人深深醉醉 让我的家人呢 就是很好的静一直发生 那我觉得我做对了 所以我静了一直在转 一天比一天顺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去一餐 我去出席这个分享会 今天是最后一场 我几乎每一场都有拿到 红包 都有拿到天地的礼物 第一场我拿到九百块 那是个大红包 好 接下来每一场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 没有 再试试看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啊 这第五场有没有可能啊 第五场一样红包 第六场第七场 到今天最后一场呢 我的红包昨天就有拿到了 今天这一场呢 今天来这边最后一场 我每次去哪里 都有拿到红包 昨天呢我讲完 红包就送上来了 虽然是一个红包 可是呢 他情很重啊 就是天地 叫他来呢 把这红包给我呢 就是要给我们一个鼓励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天地的爱 只要你帮天地做事 其实大家帮天地做事很容易 就把爱跟感恩呢 传播出去 所以我记得我们在为天地 传播爱跟感恩呢 其实天地是一直都在 爱呢就一直都在 但大家的礼物呢 就一直送给我们 那再来我还要再讲一句话 为什么要感恩宇宙 这个宇宙感恩四季气呢 为什么对于地气呢 老师就要说感恩宇宙 我们的生命源头来自宇宙 来自天地 有没有时间限制 没有 这些讲 这些讲 我们的生命源头 我们活教的时候 生命是无时累劫以来 那个时间是非常长的 无时累劫以来 我们追究不到我们的源头 可是在宇宙里 我们知道 在宇宙学里面 我们生命来自宇宙 那么生命呢 就从宇宙那边 就把我们生命带来这个世界了 所以众生其实是平等的 没有分彼此 因为都是来自我们的父母 天地就是我们的父母 那么我们深深的吸口气的时候呢 这空气来自什么地方呢 来自宇宙 来自天地 没有接受超马之前呢 我们都吸得很自然 我们吸呼都很自然 身体也忘记了我们在呼吸 空气来自哪里 我们有没有感恩 没有感恩 更不懂得珍惜 那可是宇宙呢 他有没有灌稳呢 他有没有说 你这个不感恩啊 你明天你就没得呼吸了 没有啊 他一样的把这个爱呢 就透过呼吸 空气呢 传达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生存 让我们能够继续地生活下去 宇宙的爱一直都在 可是我们就感恩 我们每天就过得很理所当然 但爱除了吸这个空气 吃喝也来自哪里呢 那是宇宙来自天地 我们有没有感恩 我们都没有感恩 都很理所当然 真的把赤木啊 都把他扔掉了 所以今天我觉得 我们接受到宇宙天地的爱呢 我们首先从自己做起 只要你把爱跟感恩 从类似里面散发出来呢 其实你正能量就带 提升了 这一点一点就能累积 所以老实说 秒秒感恩 那你的这个正能量 就更加的富足了 那么宇宙天地呢 就这样子的把这个 那个爱跟感恩 透过我们的饮食啊 透过空气啊 传夺过来 可是我们呢 都没有感恩 所以从这个课开始呢 我希望我们啊 在吸口气的时候呢 感恩天地 你越感恩呢 天地给你越多 那你的池子更加 丰盛你过得更好 那再讲一个 再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 我只不敢受到天地的爱呢 就成了点点滴滴 那最主要是 我先讲我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 那我的父母亲 年纪大了 今年八十几岁 那年纪大了 到了这个年龄呢 八十几岁呢 老人家要做什么了 开始要分财产 分财产的血 一直分财产了 那我的父母亲 因为我六个孩子 上面都是我母姐妹 一个小弟弟 一个弟弟是最小的 我们五个姐妹的一个弟弟 那我们中国人分财产是怎么分呢 女儿有没有个分 没有 诶我爸爸没有 我爸爸还是一样分 哇 好 我爸爸妈妈呢 一人拿五十百分 妈妈的五十百分 财产是夫妻赔呢 他们劳心劳力赔出来的财产 所以呢 爸爸妈妈的财产呢 一半一半拿 爸爸直接就给了弟弟五十百分 妈妈的五十百分 什么分呢 五个女儿 平分 公不公平啊 公平 我们女儿都也很开心 然后也是ok 好 那因为 问题来了 啊 这故事就开始了 因为我们懂得感恩 五个女儿 懂得感恩父母亲 懂得尽孝 再加上我们珍惜父母亲 我们五个女儿都非常的 感恩 很珍惜这份爱 所以呢 我妈妈生病的时候 我妈我的妹妹 她是一个博士生 她辞职 照顾妈妈 在家里照顾爸妈 这几年都是妹妹照顾妈妈 她到了 妈妈身体健康了 妹妹又回去 大学里面教宿 那这五个女儿都非常的体贴 很孝顺 那我本身呢 本来是在寺庙里面 从出家到毕业回来 台湾毕业回来 就到寺庙里面服务了很多年 到了爸爸妈妈八十岁的时候呢 我就跟我们的师父们起家说 我要回家了 我要回家做什么呢 我要回家陪伴我的父母亲 年纪大了 陪伴他们 那么因为我的徒弟已经训练出来了 工作就把工作就交给徒弟去承担 我就离开了我的平成的寺庙 回到了家里 住在我们我父亲 那个花园的另外一个屋子 我一个人住 那是静修 一旁边呢 可以招呼父母亲 所以我也在进我的校 到白天给他们的父母亲 教他们练练佛之类的 就这样招呼他们 所以父亲也感受到了 我的女儿 包括出家的女儿 都在静校 所以有一天 不停想一想 最近他想一想 他说我要的 遗族要改写了 怎么改 爸爸就把弟弟那一份收回来了 今天就是一块发现的 就分成六份 我们六个孩子 平均拿到这个财产 那如果说爸爸这份财产是 六百块钱的话呢 弟弟就拿到三百 五个女儿分一分 我们一个女儿拿到六十块 对不对 今天爸爸把弟弟那一份收回来了 六百块分给六个孩子 我们拿到一百块 如果后面的不是两个零而已 后面的零零零零零的话呢 我们就说女儿是不是? 我们就先说女儿是不是? 赚到了! 所以呢 这就是我就拿这个来比喻 活生生的例子 为什么父母亲会把重写遗中呢 因为他说我们珍惜他的爱 我们回归他们的爱 我们尽孝 所以他把这个感恩给我们更多 我们付出一点点 把他给我们更多 这个零零再加零 那再来呢 宇宙天地也是一样的 那他没有 你没有回馈他 你没有感恩他 他一样的空气 把饮食呢 都送到我们的面前 也是开心 也过得很好的日子 可是有一天 我们穿黄衣服的人懂得了 感恩天地 要为天地做事 所以我们穿黄衣服的人 得到是不是比你们多? 肯定的 这个零零零零 可能比我的财产还要多 多上几个零 这时候天地就那么的可爱 他就等到你有一天 你回馆了 你醒过了 你感恩天地 你为天地做事 他要给你个诽谤呢 肯定就好 包括一样的平分给所有付出 所以牺牲 所以为天地做事的人 这一个活生的例子呢 就很证明是 宇宙天地的爱 有你都在 只要你正行 你一定可以得到 好 我在这里要祝福大家 希望你们零零零 这些比我的要更多 更好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